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三明生日 然后我准备在这段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CD绘画 Digital Fending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理论, 然后一些基本的一些小的教程可以说是 因为会有一些小的章节 比如说会有一些讲解关于光影啊, 色彩啊, 体积啊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偷视啊 或者说是一些如何借助一些辅助软件来进行这个帮助你做Digital Painting的一些方法 总之呢, 这个是一个趋向于比较初级的一些入门级的一些教程 而且我会分几个比较长的章节去详细的去说一说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对, 然后呢 嗯, 很多朋友因为我觉得随机绘画其实并不难 首先你可能需要掌握一下工具 另外呢, 可能你就是需要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学习方法 那么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的学习方法是否对你有用 但是我会依照我自己的经历 以及对对这个随机绘画的一些理解啊 我尝试的去把这些啊, 理论体系和知识去做一个比较小的归类 然后呈现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有手收获 嗯, 那么今天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 就是第一个视频啊 我应该会讲一讲比较简单的关于这个Photoshop的一些简单的功能 就可能是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功能啊 我一般来说, 就是我喜欢全屏的去, 嗯, 绘画 比如说按下那个键盘上的一个Tap Jam 隐藏掉所有的这个, 嗯, 功能框以后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清楚的画布 我一般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去做画 然后你也可以按快捷键F去切换这个画布的一个几种模式啊 你可以选择全屏啊, 全屏也比较舒服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自定义这个背景的这个颜色啊 我一般都是喜欢一个偏灰的灰色或者是黑色 另外呢, 在这个模式下 你其实就可以开一下快捷键F6 那就弹出了这个颜色的面板 再一下按一下这个F7快捷键 它就是一个通道的, 这个通道图层的一个面板 那基本上有了这两个面板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做画了 然后不需要就隐藏快捷键 就一个是F6, 一个是F7 还有, 有时候你可能需要这个 调整你的笔刷的设置属性 那按一下F5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笔刷的设置啊 可以去调整它的这个角度啊 挤压一下这个笔刷的形状 让它变得一个扁平的感觉 同样也是F5撤销 好, 那另外呢 我自己会在这个编辑里面去定义 哦, 不是编辑, 是那个哦 文件编辑图像 我记得是 哦, 对, 对, 在编辑里面有一个键盘快捷键 在这个键盘快捷键里面呢 你可以设置一个到两个你自己比较习惯的快捷键 比如说你像我, 我个人在这个窗口试图里面 比如说有一个工具预设 它的这个工具预设这个功能它没有快捷键 那我自己给它设了一个F1 因为现在好多的这个艺术家 他们都会有自己个人的一个笔刷的设置 那你可以不光是笔刷啦 还有这个橡皮啊, 涂抹工具啊 都可以存成一个工具预设 那么所以呢, 你可以给工具预设设一个F1的快捷键 那么我们按下F1 这个就是我的工具预设 目前的状态是这个笔刷的这个状态 那么我如果切换到快捷键R 就是一个涂抹工具啊 这就是有个涂抹的笔刷的工具 那么如果再切换到一个其他的这个橡皮擦 比如说E 你按下这个E快捷键E橡皮擦啊 就变成了一个很多不同的橡皮擦的工具 那一般来讲 我们在CG绘画我个人 基本上就是用笔刷 橡皮擦 还有一个涂抹啊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工具比较多 都可以在工具预设当中找到 那这个基本上是我会常用的一些笔刷 如果实在不够用呢 鼠标右键 找到这个笔刷库里面的一些你想要的笔刷 进行绘画就可以 然后我一般呢 也不会去更改它的不透明度啊 流量什么的 基本上按照这个笔刷默认的这个去用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操作呢 如果你需要去知道它的快捷键 把你的鼠标啊 就停留在这个工具栏的这个上面 你看停在这个上面 就会出现一个名字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就是这个快捷键的 就是这个工具的快捷键 那如果你要切换到另外一个 比如说你现在是套索工具 你要切换到多边形套索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点 你也可以按住Shift再按快捷键L 你看它就会有不同的切换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些操作 那么另外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建一个图层 按下快捷键Q 这个图层就变灰了 那它进入了一个什么模式呢 它进入了一个快速蒙版的模式 再按下Q 那么它就回来了 快速蒙版的话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 就是在绘画的时候 我喜欢用快速蒙版 建立一些比较有趣的选区 比如说我用一个小笔刷 用快速蒙版的话 你在画东西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红色的 因为它是一个蒙版的区域 然后你目前是快速蒙版 那么你再按一下Q 退出快速蒙版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选区 有时候这个简区 你就可以用来画任何东西 随便画什么东西都可以 它就画不进去 就相当于 其实是一个选区工具 挺有趣的一个东西 有时候有的同学 他会那么 就是说 你按了快速蒙版 你画冰气画上去的时候 颜色没有 不是红色的 可能就是说这个颜色 你的前景色和背景色都是白色 那你看快速蒙版的话 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它必须在一个前景色是黑 背景色是白的情况下 你再去画 它就是一个红色 这就是一个设置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 另外呢 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简单的一些快捷键工具 你可能需要了解 比如说这个语画快捷键 比如说看一下 Shift加F6还是F2 这个我可能记不住了 按一下这个 对差不多 这个我忘记了 反正这没关系 语画工具一般用的也不多 对 有一个要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旋转画部的工具 你们看一下 很多画CG的同学 需要不断的左右平移的来反转 我们的画部 那么我也给他建了一个快捷键 我的快捷键是F12 就是说我画一个随便画点东西 然后按一下F12 我就可以左右进行反转 因为你在绘画的时候 你的视觉会有一个疲劳的状态 所以有时候按下F12 调整一下这个主屏翻转的这个状态 有助于你很好的去理解 也不是理解 就是说去很好的观察你的作品 因为你画久之后 你会陷入一种状态 可能这个状态就是很难调整过来 那么左右反转一下 以另一个视角去看待你的作品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 基本上这个就是我对于 Photoshop 常用的一些工具 其他的工具一般其实用不大到 比如说你要参考线 参考线什么的 就是Ctrl Y Ctrl Y是CMYK 你需要打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那么Ctrl R就是辅助线工具 Ctrl R就是辅助线 Ctrl R就是辅助线 你可以拖个辅助线 对吧 你不需要再给它拖回掉 基本上就是这个 那么然后如果你要画东西的时候 你需要吸颜色的话 那么按住这个 在这个任何工具的情况下 任何工具都没关系 按住Alt 它就变成了一个吸管 点一下这个红色 点一下这个白色 这个地方就会有颜色的变化 它就会有一个颜色可以去吸 可以去画 这是一般常见的一些操作 那其实其他就基本上就没有了 其他我也没有什么太多 不一样的这个工具 我一般用的这个PS3比较多 嗯对 如果有什么其他需要了解的这个功能 你们可以告诉我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当中给它加进去 给大家做一些补充 那么后面的这些 今天这个第一个视频 基本上就是会关于这个软件 后面的视频 就基本上会跟这个Digital绘画 会更相关一点 我可能会去更多的讲一讲 怎么样选颜色 颜色的这个理论 哎呀 怎么样打光 光的这个理论 或者说后面怎么样塑造体积 怎么样去寻找画面的视觉中心 包括构图 包括这个对比 包括这个黑白的这个练习 更多的章节 我都会在后面慢慢的补充进来 希望就是大家不会觉得无聊啊 然后也是希望这些简单的视频 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方式 帮助大家能够很好的入门 好 今天第一个章节就到这里 今天第一个视频 不是第一个章节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好 拜拜哦